嗯,就是,OK,好,好,我们现在是线在线上联系到我们的周一元了吗?好,哈喽,YB好,您听到我们的声音好,听到,对,似乎线路有一些,你那方面的线路能够很清楚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好了,OK,那就可以,我们今天跟您谈一下您的选区,极无眼睛,本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邀请另外的一位嘉宾,邓章耀先生,但是邓章耀先生因为? 呃,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方便吧,呃,所以他就拒绝了,是,但是,呃,但是我们,呃,知道,就是,呃,这个,呃,州选区是需要我们的代议是为我们民众去解释这个州选区究竟是有怎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因为我们在网上找了很多的关于您的选区,就是几乎,呃,丁雅这个选区的很多的一些信息,几乎没有什么信息,所以只能通过您这方面了解一下,这个选区究竟是以现在目前, 是一个怎样的一些情形了,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选区具体的这个,它的经济支柱是什么,它的人口组成又是怎样的? 嗯 那这个选区的一个种族比例呢,是,呃,华人大概是15%,嗯,是的,呃,华人38%,嗯,嗯 渡人17%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种族比例 整个选区的发展模式 它其实是全部的发展模式都有 从工业区到非常乡区的渔村 马来传统的当工华人兴村 到一般的台湖的住宅区 拥有围里的比较贵的住宅区也有 所以它是一个蛮混合的选区 我们也有一个比较透明的商业中心 就是Auto City也是在我的选区 那Auto City是新的公务商场吗? 还是它其实已经停久了? 它是一个商业 逐入Auto City是一个商业中心 很多银行 一些F&B的餐馆 很多这样子 那在Bugitina是不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间像是Auto City 这么一样的一个商场? 它不是商场 它是一个商业中心 哦 商业中心 那是只有 还有一些活动 甚至一些歌手的发布会 都有时候会在那边 那这个Auto City 对于Bugit Auto City 对于Bugitina 它带来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像是它有没有带来吃留业啊等等的? 也有 也有 因为它就在一个河边 那么他们这个有关的 这个Auto City的这个 部班位呢 他们也有尝试做一个 生态旅游的一个配套 那样子 啊哈 什么什么配套?不好意思 生态旅游 哦 生态旅游配套 对 就是有可以 沉着这个 这个小船 沿着这个河 路边 一路 一路上啦 就是沿河 去观赏这个河景 这样子 哦 OK 那除了这个Auto City以外呢 呃 这个地区呢 还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就是 它除了有这个Auto City 它是不是一个工业区 原来它的工业区是以什么样的工业作为发展呢? 呃 它的工业区是 呃 在这个选区里面 主要的几个工业区就是 呃 传统的比较早期的北来的工业区 那么到后来 呃 比较 呃 比较 呃 定期的这个 呃 这个 呃 附近尼亚工业区 那也包括 呃 呃 所以主要是同时哪些方面的一个工业? 呃 都有 嗯 各种各样的工业东西 嗯嗯 呃 它们最近 呃 比较 着力发展 呃 呃 想问一下 呃 就是说到食品这一回事儿了 呃 我们也想问一下 呃 你看我们找就是其他的 你包括我们找十八丁也好 或者我们找这个 呃 就是有绿色的麦田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呃 四根庄 对 四根庄也好 对对对 网上都有很多的信息 我们就可以看 但是我们要找到五级雅丁 好像似乎信息真的真的 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 对这方面是不是也有关于个人宣传 或者是周议员做宣传 还是其他部门做宣传所导致的? 也不是这样子 呃 五级雅丁他放的这个名字呢 呃 这个是一个小镇 嗯 那么一般 呃 呃 人呃 人家比较熟悉 呃 我这个选区的另外一个 呃 地区的一个名字 嗯 就是柔府 就是Yulu 嗯 因为 呃 一般如果你们北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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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这个 呃 南北的道 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个所谓的 呃 这个 呃 呃 呃 柔府的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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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上也有一些 就是不一样哈 但是毕竟您的选区就叫做五级丁雅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大家想找您去谈的话 了解这个选区的一些情况的话 肯定要找这四个字或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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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文去上去去找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名字另外用另外一个选区才能够找到您的选区的话 这就有点费费劲了 呃 嗯 这个这个是最 选区的秘密也不是我能够 哈哈哈哈 哈哈 OK 呃 呃 是 这方面还是我们可以需要去探讨怎样才能把呃就是五级丫丁如果是我们能够在网站上搜索的话 能够像其他的试根庄啊 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地方能够频繁的多的内容过搜索的还是需要我们需要继续要去探索 还有一些努力的呃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呃 也知道外边您在这个周选区已经八年的时间了对吗 2008年到现在八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个八年的过程当中呃 想问一下当地的民众是对你怎样评价的 ahn 嗯 嗯 嗯 很难由我这边说出来 哈哈哈哈 étaient AA 我想 那么当然很多时候 就很容易被认为 很多人认为我没做事情 哦 明白 因为有时候一些事情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做出成绩来 或者处理到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我都没有特别的去做宣传 说我怎么样了 我怎么样了 哦 是说那个事情处理到一个阶段 有一个交代的时候 我才会跟将官的人士透露这个消息 嗯 明白 所以其实民众对于您来说 知道您的民众对您还是蛮支持的 然后如果是不了解您的民众 对您还是有些怀疑的 对 是 嗯 嗯 其实您个人的做事风格和性格 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不愿意去做更多的这个宣传 在前期的过程当中 等到这件事情做成功之后 我再给大家说 嗯 嗯 嗯 明白 那么您能帮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您就是在您的努力之下 为选民解决的民生问题 或者是您认为做的比较好的一些事情吗 嗯 基本上 其实我想大致上这些人 就是按一次所遇到的东西 都是大致消息啊 啊 这些 这些最像所谓的基本设施啊 啊 这些的建设 嗯 那我并不觉得说 这些是一个非常 呃 值得我拿来 特别的商标 因为国际的每个选序的情况中 都有类似 呃 这些所谓的基本设施啊 或者一些 呃 从事里面 的家庭需要帮他吧 嗯 嗯 这些的部分 嗯 外比您能不能稍微 稍微大一点声 我们这方面就是听了有一些声响 啊 OK 好 我呢 需要刚才我再重处吗 好 OK 没关系 您继续说 嗯 嗯 每个选区的这个问题 呃 都受大致消息 嗯 嗯 我们面对的就是 呃 基本设施啊 呃 呃 环境卫生 呃 然后跟一些 呃 贫困家庭需要帮忙 呃 这些需要援助的 呃 基本上都是 呃 这个是这些 呃 所以我们都 尽力的去去复理 这样子 嗯 嗯 嗯 那有没有就是 让您挺记忆 我确实我们就是 社区那些事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是尊房了很多的社区 呃 民生问题也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些事情 呃 包括街道问题 数字大了 该减啦 或者卫生问题 交通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社区问题 呃 那么呃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课题特别让您感觉到印象深刻的 您帮助就是解决掉了 有些课题还在处理中 嗯嗯 是 所以反正一些一些课题还在处理中 嗯 呃 所以呃 呃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呃 处理到的阶段 好 嗯 嗯 那么今天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您正在处理着这个课题呢 呃 最主要的其中一个 呃 最比较棘手的 嗯 呃 就是我们 这个州政府的有 有把一块州政府的 嗯 呃 去 呃 让这个藤包商去 呃 进建一个让 呃 外老的 呃 这个宿舍 呃 这个这个地段呢 呃 这个住宅区太靠近了 就跟这个住宅区隔离 那么呃 呃 呃 在这方面我正在 跟州政府的这个 呃 呃 周转啊 嗯 所以说现在是谁跟谁产生矛盾了 您帮助再解决对吗 您是说当地的居民跟 呃 呃 是 您在帮助解决这块地的问题 这块地点的问题 嗯 嗯 嗯 那么您有什么一些方案 可以提供给市政局 让他们做解决的呃 一个方向吗 这个不是市政局的 这个是州政府的 哦 州政府的 嗯 就是您您会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吗 还在 还在 这个州州选的这个部分 哦 对对 嗯 还还在周选的这个部分是吗 对对对 哦 OK 嗯嗯嗯 明白明白 其实您您这个选区呢 呃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混合性选区对吧 嗯 哦 之前有一次 呃 选委会重划选区 你有没有影响到这个选区呢 嗯 基本上有太大的影响 哦 明白 那么混合性选区的话 呃 呃 你您认为呃就是 有有怎样的一个不同吗 因为如果说跟纯的华人选区的话 也许混合选区有一些不同 毕竟他还有很大比例的马来人 所以您在呃 当地服务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呃 我把混合选区就是 简称为呃 就是马来人占占多数 华人占大多数 嗯 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 嗯 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 嗯 就是呃 呃 对于我们在全区 举办这个佳节的 开放门户的活动 嗯 来做一个呃 简单的一个指标的话 就是每一个种 这三大种族的 开放门户的这个 这个活动呢 都做的相对的 呃 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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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模式 嗯 嗯 嗯 所以 种族真的是太 太平均了 嗯 嗯 所以 对于 我觉得说 他 一个挑战 也是 一个让我 学习 呃 马来族群 如果是马来朋友们 他们遇到一些生活上的民生问题 需要求助政府的话 他们往往会通过村长 然后呢 又通过村长向上面的这个巫统呃 联络 然后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的问题 不知道在您的这个混合选区 马来人如果他们遇到问题 是也是同样的求助于他们的村长吗 然后村长在求助于巫统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意愿 呃 我们州政府也有所谓的这个村长在那边 嗯 所以就是都有 都有这个 你的了解 我们都有这个能够了解 整个马来特殊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管道 嗯 不只是 不能够只是说 就只有巫统能够做到这样 所以我想 而且特别是 呃 我属中国共振党 啊 共振党过去也是一个多元成续的政党 嗯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呃 在一个族群 都有 一个 呃 呃 营养 跟这个 管道 最了解 每个种族 呃 他们所需要的 这个 方郎也好 或者是他们的许数也好 嗯嗯 曾经有没有马来人就是找过你帮个忙 有 嗯 能不能帮我们说一下 举一个例子 说一下小的细节 我们想听一下这个故事 他就是遇到什么样的民生问题 想帮 让你帮他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 一般 呃 就是 每个族群 来到我们 主要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问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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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个学生能够捏通 呃 或者是这些 呃 财务上的一些小研究 等等这些 都是 都是会 作业的 哦 OK 呃 所以过后你也帮他们解决了 哈 能解决的当然就帮他们解决 嗯嗯 那么当地的华人 华人社会呢 就是华人朋友是找你比较 找你比较多 还是找呃 呃 邓章耀先生比较多 啊 这个我就没有的 嗯 你你感觉 你感觉在华人社区 你你是比较 更受欢迎的吧 我我只能说 呃 只要谁 能够 取得到我的联络 啊 或者在我服务中心上来 呃 呃 寻找我的 这个东西 我都尽量的去帮忙 嗯嗯嗯 嗯 其实我们也知道好 因为我们也 之前看过一些事情 一些 这样子的故事啊 还有一些事情 呃 你你也说啊 就是邓章耀先生也是当地的 王是吗 你为什么把他称为王呢 哦 这个邓章王呢 不是我称的吧 您您您说双王吗 双王决斗 那是他是一个姓王 那您呢姓王 哈哈 那是之前之前 上一家大学 因为他是 中城国圣主席 嗯嗯 啊 所以 有 有其他的一些 真志同树人 就是 他们就 称他 他是主席 啊啊 所以就是王 哦明白 我就开玩笑 我本身就是姓王 嗯 他称而已 哦明白 嗯 那 那 那同时 呃 想想当然 我我我就是民政党 在槟城这方面 扎根也很久了 扎根也是 也有些社会基础在那边 是不是 我我们也在想 邓章耀先生在那边 也是长期扎根在那边 所以他当地的人 人文脉络还是比较流畅的 根基还是比较深的 他本身 在之前的时候 不是读解那个程序 嗯 他 之前是在另外一个程序 也是在上一届大历的时候 才来我这个程序 哦 这个程序 因为当然 我必须承认的就是 呃 民政党在过去 呃 也是做了执政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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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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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外弊能不能稍微打断您一下 能不能您的就是 嘴在靠近你的话筒一点 其实我刚才说民政党在基层有一段时间 整个二三十年的时间 我想他们的党的群制在基层的根本肯定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有部分要看他们 明白所以其实你这个五级丁亚这个选区也是邓章耀先生第一次来 在505大选的时候第一次来竞选这个选区对吗 他也不是当地人应该是 所以如果第一次竞选的话 当地的这个人脉关系也不是那么太深厚应该是 就是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吗 是是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也在想就是民众当地的华人社会 究竟是就是平时我们要遇到一些问题 他们是找村长呢 还是直接找您呢 还是要找就是都有 有些有通过村长 有些有通过过 有些有村长能够处理的他们先处理 那么村长觉得突然没办法处理的话 都会要求我的帮助一下 哦明白明白明白 那么我们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呃待遇似乎也许明年我们会大选 然后您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都做好了 然后怎样怎样的心情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 或是您的这个准备是什么 基本上会是说有没有在这个省区重新上阵 这个是一种党的中央的一个阻力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在任的议员 最主要也是要做好一个重新再上阵的一个准备啊 呃反正有时候这个部分的挑战会更高 因为人家会要求是呃就要像你刚才说的 呃毕竟第二阶了 嗯两阶了嗯 就去拿出一些东西来说服大家嗯 这样子那么很多人都会看回去过去的这个表现 嗯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我们啊 更需要去注意更需要懂得去把这个东西传达出去 嗯嗯嗯明白 呃所以呃您您现在就是您的家人还是在吉隆坡对吗 就您自己在 对啊 我家人都一直一直在槟城 哦一直在槟城 哦其实还蛮近的 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生活也是蛮近的 呃那么您有信心吗 您有信心说在来接大选呃 呃你这八年的一些政绩让民众依然能够选举你当这个区的后后续就是周议员 有信心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 OK 呃OK 好谢谢谢谢今天YB对我们的这段访谈 谢谢您 谢谢谢谢 哎拜拜 拜拜 目前为止成功的 好像也都在 process过程当中对吗 都在过程当中 再给他做多一届吧 就看一下成果怎么样 不过其实我挺好奇的 就当地人呢投给他 他说的好像就是 我就是都不宣扬 然后别人也不知道 我做了什么 可能对他有所误解 那为什么他还可以 拿到这么多票呢 就是当地人投给他 是因为他是 因为他是名联的吗 还是因为去投给他这个人 就是所谓的投党不投人 我感觉是投党不投人的 这个比分占的还是蛮多的 投党不投人 但是刚才YB也说了 他说我有信心在下线 如果是我真的还能够 作为候选人上阵这个选区的话 我也有信心 远民依然会投我的 这是信心 而且他的信心是内在的 这种信心还是蛮十足的 其实我们也看周议员 有的周议员就愿意去 说自己在做些什么 哪怕这件事情没做好 也要证明我这个过程 是我是付出的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 采访的这个周议员 他是沉默的 然后是看结果 结果导向性的人 是也有这样的的周议员 但是作为周议员来说 其实政治它是一场兽 然后周议员呢 政治人物也是一场兽 然后如果你是不宣传的话 大家肯定就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到时候选举的话 你也是要吃亏的 对 所以这方面你要在这个台上 你要受一下的话 你需要把你过程当中 为人民解决的这些 在台上的这些事情 需要把它展现出来 让大家看到 大家到最后才会选你的 对啊 要不然其实 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选民来说 我们享受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会觉得 他就是在那里了 就是有人来投资啊 还是什么的 就不会想到是可能就是 周议员可能去推广啊 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也是有问题的时候 才想到周议员这个人 那如果你也不说的话 那下一次搭选的话 我们也不会 对你有特别影响 是 所以 我们要两个方面都要有 一个方面呢 我们要在这个台上 好好的在过程当中 要好好受自己一番 同时呢 我们要也是结果导向前的 受完之后 我们争取把这个结果要做好了 也是需要我们周议员去 能够达到的一个 能够达到的一个成果吧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给大家讲到这 明天 明天是假期对吗 不是 哦 明天不是假期接错了吗 大宝生节 是在星期一 是在星期一啊 对 OK 那提前就祝大家星期一 呃 节日快乐 拜拜